砖头晕得时间长了之后 就会很动 那有些砖头呢 我们在不锈钢上打一个困之后呢 就特别动了 见个困打的时候就没办法打了 刚才呢 这个就是没办法打下去 我只是打了一个困之后 这个砖头就比较动 我们扔了之后怪可惜的 那今天我来教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 我们用这个办法就可以让这个砖头呢 修复 而且还能再次使用 那我们怎么样修复呢 很多人都觉得 砖头坏了 我们就欢心的 没必要修复 其实啊 我不是这样认为的 如果砖头坏了 我们可想修复一下 反复利润 那现在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砖头在这个不锈钢上 根本打不下去困 只是呢 大家看一下 打了一个定位 那现在我再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大家看一下 根本钻不下去 如果使劲钻的话 就会钻这么个现象 我们把这个砖头啊 打磨一下 那现在把砖头呢 取下来 因为啊 砖头呢 它有两个面 左面有一个面 右面有一个面 我们把这两个面摸一下 看效果怎么样 如果这侧面啊 没有损坏的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摸砖头 那侧面的这个刀刃 损坏的话 我觉得没必要再摸了 这个砖头的侧面呢 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们再来摸一下 我们再来摸一下 我们再来摸一下 那现在啊 我们把两个面都摸了下 摸完之后啊 我们再来试一下 怎么样 摸的时候 大家是这样 就是把这两个弧面呢 要磨成同样的大小 这个再入个人的经验 磨好钻头呢 就可以打很多空 现在这次打困了 现在这次打困了 我们在这个位置 我们在这次打困了 大家看一下 立马就不要困大侠出了好多了 如果我们在这次打 就会被打通 那这就是啊 我给大家说的 我们磨砖头之后 再打哭 效果啊 还是挺不错的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啊 我们日子来焦虑学识 感谢大家 喜欢的朋友们 点个关注